從戲裡的角色 然後你有這麼多的跨度其實蠻大的 像在另外一部新的作品就是追凶五百天 所以即將在My Video上映的一個新的作品 我覺得你在裡面又是另外一種感覺 有情緒障礙 但是又觀察力極其仔細 然後有些時候有點冷笑話 你怎麼樣去詮釋這個 而且裡面我剛剛有跟你聊到 我覺得那個四個字的台詞跟那個形容真的很有趣 你說是分享的是蔡依芬導演去的創作 對 這又是另外一個樣貌 對 其實我拍那一部追凶五百天的時候 還蠻開心的 因為老實講就是我自己 私底下的個性比較像那個人 那你是偶包重的人嗎 我應該不算是偶包重啦 我應該就是 必須要符合某一個工作上的期待 對 就像譬如說今天要來上 我覺得還是一種尊重 是 對 譬如說來上節目還是要 要好好地分享 對 那但是私底下的我就是 脾氣還蠻重 那你以前是暴衝少年嗎 對 然後我就 應該說那個暴衝是因為 對某一種完美的追求 對 就譬如說私底下工作的時候 有什麼東西我就覺得 怎麼會這個樣子 就是我覺得這個 可能我自己心裡在想 就是這個連小學生都可以做好 心裡怎麼會做不好 我其實可以理解 因為每個人應該把每一個人的工作做好 對 所以我私底下的性格 可能跟那個角色是比較接近 對 然後 不喜歡跟人相處 不信任人 然後 有很多自己的堅持跟原則 對 然後 為達目的不得手段 可能啦 我是這樣子 我覺得演員有一個很迷人 卻有趣的地方 是你每詮釋一個角色 你可能要進入一個神秘 所以透過每一個角色 你的我們的人生 可能會比別人活得更精彩 嗯 它會造成你的真實人生 有什麼樣的改變嗎 因為這真的是會跟 一般的上班族很不一樣 對 我覺得 一定會有 對 不管多多少少一定會有 因為 當我們去詮釋一個角色的時候 其實真的是 是好像藉由他的生命過一次 那我們離開角色之後 那些經驗 那些感受 都還是留在心裡 對 那它多多少少會 影響到你將來 面對事情的看法 或是你感受的難度 對 但是我覺得那些都是 演員的責任跟義務 因為我們就是在扮演 那扮演的過程 你總不可能說 我只想要我自己 我不想要別人 那既然你是一個演員 就是必須要去體驗所有的 就成百態 然後在這當中去 感受他們的痛苦 或感受他們的各種情緒 然後消化繁殊 對 但是我覺得這些種種 留下來的東西 都是成長的 都是你成長的經驗 然後我覺得它 讓我在做人 不是在做演員 就是做人的時候 是有更多的同意性 有更多感同身受的時刻 可以去知道 我今天譬如說 我今天在路上看到一個 可能在路邊的流浪漢 我可能不會只是 單看到它是一個流浪漢 我可能會感受得到 它為什麼選擇在街頭 它是被迫的還是自願的 然後這當中 可能就有很多不同的故事 不同的可能性 所以我覺得今天從你的這個 角度視角上面 我們可以更深層的理解 一個演員的內心 跟怎麼去準備角度